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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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這樣的 我想在座除了陳鑑林議員之外 我被人改圖的經驗應該是最多 除了陳鑑林議員當然要 現在有人就說 名譽和心理傷害是版權人的利益 接著這個修訂還說這些所謂的傷害是刑事罪 即是這樣 即是有一群馬路也好 潑虎也好 在這裡吵架 吵到火紅火綠 但只要當中不涉及恐嚇成份的話 老實說 就好像韻光一首歌一樣 關人隱事 現在修訂就是這樣的 如果有人黑人爭 什麼都好 被人改圖 玩鬼他 玩鬼那個人也好 玩鬼那個黨也好 這些是刑事 刑事 現在就是說 要用公帑供養的那些執法者 去立案調查這些私人姻緣 是不是無聊了些 我都被人改圖 我真是有虎豬 全球改圖虎豬 我都被人改圖 我被人改圖 身為被人改圖 首先是否應該反省一下自己 為何被人改圖 如果 那些人好像我 跟華彭掌 無知民謙拍圖 千賢用法 福視無雙 同知英法 把代人已成 敬天愛人 愛國 還要愛香港 不是愛共產黨的話 下山四萬次 太多人 就算是被人改圖 都是改到這些這麼英英英英英的圖 是不是 幫我宣傳不止 還幫我社會民主連線宣傳 好像剛才李先生也這樣說 整件事的邏輯很簡單 現在香港刑事法 那些權貴、整個制度 率手吃人就不足 那些保皇派 我不說哪個黨 選舉之前請人吃飯 那些人是不足的 不足甚麼呢 就是當其他人不恥那些受刑的時候 他過一套玩的就是抓那些 甚麼世界 這是不是所謂大國崛起 所謂中國模式 不是呀 是扔超英趕美 乃以廉恥國之四位 好心那些黑人爭的人自己反省一下 為甚麼被人改到怪物 而不是他才改到我這麼帥 是不是 笑了 最後 香港法例的精神是應該保障公眾的正常生活 不是將改途刑事化 我近次發言要求 一 法例不應把名 預劃心理傷害時為版權法中的損害版權持有日利益 二 豁免範圍應明確指出 包括非商業性的疑似或者衍生創作 三 在澄清公眾疑慮之前不應草述通過議案 僅此發言 謝謝 因為你都被騙的 我不是拒絕了 但是我這個不行